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边去找它这个结构线 然后边去再修这个形 形一定是画面里边就是非常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因为它决定着这个画面就是说成败可以这么说 如果说形一旦出了问题后面再画都没有意义 一切意义都没有 所以说在这个形这块一定要考虑的一定要周全 就是每一步里边都要考虑线 比如说现在我是概括 概括完之后形肯定是有不准的地方 然后在下一步再去找这个结构的时候 再联系的结构然后再去找形 就是每一步它这个形呢会逐步的越来越准确 越来越准确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是整体看整体看整体调整 然后里头呢边拿橡皮 边拿橡皮调整 外头呢拿铅笔 咬的 咬的 我還是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去 一組一組去確立 整體現在感覺到額頭這塊稍微 剛才那收的有點多 我再把它給往出挪上一點點 像這塊它就高了 低了 再往上走 注意這個斜度 它這它是有坡度的 這次這個形能看出來 我們用線上就比較實一些了 相對就比較實一些了 而且走的時候不是所有地方都淚一遍 是我們去找它這個明確的地方 該強調的形呢 強調一下 像這個地方 邊找這個時候 它的這個 結構 就可以跟了 也就是轉折 或者交界線 還是一組一組整體看這個形狀 整體看形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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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用了 整個 nursing to do 有的地方它要往回收 有的地方往外扩展 还是先注重外面的形状 形状以及它的比例关系 这就是打形 打形它是一个反复的一个雕琢 反复的一个过程 打形绝不是一个就是一变过来 它就能够画得非常的完美 是不可能的 任何人打形它都是需要反复的去进行比较推敲 这个形才能够有一定的准确性 上一边是概括的这一边就要相对的形要细一些 像这个里边呢 该弱的都给弱一下 还是有变化 它还是有分组的 这个大的这种组呢我们要分开 在里边呢里边还是有联系啊 这是一组 然后这样呢也有联系 右蟹的时候要把握住 把握住它这个深浅变化 深浅仪虚实变化 最重要呢它有个形状的变化 形状的变化其实就是形啊 就是形的变化 就是形状的变化 现在是形状的变化 还是形状的变化 它是形状的变化 所以是形状的变化 就是形状的变化 也有什么变化 那么一种变化 左右再去比较 左右比较要画准了 始终先卡住外面 先去把握住外面 因为外面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这还有一层 就是这边高度和这个嘴角高度和右边的高度 首先是来大鸡胎有要注意力量 一些怎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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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块它往回收 它这个变化就更小了 该卡的要卡住 这边也跟上 大概要往回收 然后再来 还是去找它这个 大的这些形状 它这一层过来呢 就比上一层呢 更加的准确了 它的形体 以及它的块 体块 这些内容呢 都出来了 再让它就有 参考 准确性 当然我们画的时候 不是 一点一点的去推 整体的去走 先走 先整体 立体的走 然后呢 再平面的去 去找外形 然后再去调里头 它是里外结合 平面的立体的结合 平面形立体形结合 也不是说里头 纯粹不画 我先去 把外轮廓都画准 然后再去画里边 那样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 转局部 你里头的不去 不去考虑 你光去考虑外面 它也不可能准的 所以说 还是有联系 有呼应的 可能说是否 就会调避了 tension 稍者 就会调避了 这才行 动不过 很重 现在 是 把这个钙亮的再提起来 这个盖 这个里外呢 它又有什么关系 从它开始这层才考虑好 就是特别弱的呢 前面是不用考虑的 只考虑它这个 比较强的地方 特别弱的到后面再去考虑它 这边这个形呢 就慢很多了 基本上它就有一定的 准确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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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的实际上都是很虚的 这是它的外形 然后我们再去 把这个大的里边上来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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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小的 这个这个投影 投影型 投影型画的时候 相对比这个轮廓呢 就要松一些了 比轮廓松一些 也是有变化 这个就更松 整个后面都是背光 放松一些 这个下面呢 走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把这个脸 脸部这个里头 里头呢 再去 再去 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它这个里边 这和这比 它这个里外呢 去做比较 那里头这个脸的形 也是有形状的 也是有形的 这个结构呢 往上转 还有呢 结构往上转 这儿它还有一块 这儿 你不画这你感觉这儿太远 但是画上了就刚好 这里边它其实这个侧面是很多虚的灰的这种颜色啊 像中灰啊这种颜色 然后再画这个左边 左边 它比右边呢 稍低一些 从这儿离这儿呢 也非常近 然后这个鼻梁呢 比较古 鼻梁呢 我们画的时候 鼻梁呢 鼻起来 鼻梁高一些 然后下来 里头呢 也是比较古的 但是注意右线啊 右线这种 强度 以及它这个虚实 好几个转折 这块呢 弱一些 但是 我来说 对 对 对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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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虚的 然后鼻子 编换了我们编要不断的去留眼看准不准的对不对的哪些地方要去调整 一定要把自己呢就是置身于画外 不能自己陷进去 陷到画面里边呢就不好去处理了 就容易出问题 始终呢自己都能跳出这个画面 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去 去分析它 那这个时候呢就等于是自己呢就能控制到画面 否则就容易陷进去 这边下来这个形呢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然后到这了 连住 然后到这了 里边呢有更多的这种结构 这 лу annum 盧牙 把这边的松松一下 然后进一步去分析底下底下这个形体 这一层就比上一层要更加细致一些 变化更加准确 它是须的过去 通过这样的这边 去逐步的去找它这个胡须底下这个形 它就非常的有可信度 它是有参考的 有依据的 不是一个这种比较随意的 它是可以找到这种联系 跟它关联的一些形 还是进一步的概括 只是它概括的这种范围越来越小 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 它应该找高一些 从这儿 这儿离这儿就非常近了 这是这个按部型 这个按部里边也要有东西 也要有东西 也要有形体 指示比较弱 这块再弯上去 然后这块再进来 这个胡须呢 它是马赛的这个胡须这块 它是非常难的 难度是非常大的 我们既要会概括 又要能深入 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能够训练 这个画面的控制能力的一个 一个石头像 又很繁琐 但是你画完之后呢 它不能够显得繁琐 那这个呢就需要适当的去 去加强和减弱 去加强和减弱 这儿呢它大概是这些地方 里头呢我们就不多画了 里头还是要放松 这个再高一些啊 就这个距离呢 稍稍微有一点点宽 稍微有一点宽 这个也往上收 那这个收了之后呢 它这个又宽了 那就只能又把这个往上伸 所以它一个形 它是 你像到这种程度呢 它有些形 它不是说 一开始你就能把它给确定出来 只是说到了后面之后 逐步的才能够 发现它这个更加的这种 更细的问题 刚开始几根虚的线 它是很难发现这种 这种这种问题的 差那么一点点 很难发现这个问题的 这个到这 宽度呢在这 这块它本身它就很厚 然后这儿呢稍微再往进弯一下 这样它会稍微舒服一些 这个钻呢也比较高 好 好这个形呢 基本上到这个程度 我们就 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 再往细的走 它就会变成一个线 线性了 它接下来呢需要去带吊子了 吊子 和形呢一起再去走 形它是伴随着每一步 每一个环节 然后直到最后 就像这一步 线去造型 那达到一定程度呢 它线就赔不了它了 然后该换棉案 棉案再陪着它走第二步 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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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